每年的情人节这一天,情侣们都给自己最心爱的头送上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,表达自己对双爱意。 那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四树花,快来测试下你在情人节会不会遇到真爱。 A,B,C,D,测试解析,A,众所周知,玫瑰镇定着爱情。 红玫瑰代表着正列,希望和你泛起激情的爱。 它樱花语和寓意非常美好且花朵也十分娇艳美丽,所以成为每年情人节最受欢迎的鲜花,是情侣经表达爱意最好的花束。 现在的你还是处于不太清楚,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另一半的情况中。 情人节左右你会遇到一个和你情侣相投的人,至于你能奉勇有一段美好的恋爱,还要看你们后续的发展情况。 B,如果说玫瑰象征爱情,那蓝色妖姬也是玫瑰的一种。 蓝色妖姬相知是一种宿命,心灵的交换让我们有素不尽的浪漫情怀。 相守是一种承诺。 最近的你和心仪的她会频繁的互动起来,你很有很大的可能性,会在情人节前夕,或者当天成为恋人。 这样,情人节那天的你们,就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向别人撒狗园了。 C,玫瑰中有一种很特别的玫瑰,那就是粉色玫瑰。 粉玫瑰的花语是初恋,特别的关怀,喜欢你那灿烂的微笑。 却粉色玫瑰的你,在情人节可能会遇到自己的初恋情人。 在感情里面,你是一个特别专情的人,当然你也一直在改变你自己。 因为你知道只有自己优秀了,在此遇见头的时候你还会有自信。 你而是幸运的,你的那个她心里也一直惦记着你。 所以,当缘分让你们在此遇见的时候,你们就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。 D,玫瑰中有种很深情的玫瑰,便是香槟玫瑰,爱上你是我天生最大的幸福,就是香槟玫瑰花语的含义。 一束香槟玫瑰表达了对恋人的情谊,我只装请你一个。 在一个浪漫的情人节你的真爱会出现,你是一个很平淡的人,你想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,而且也希望找到一个和你有共同喜好的人。 两个人一起过着淳苦的生活,能时刻感受到对方的爱意。 生活中的平平淡淡,简单的采用油盐生活,让你们更加珍惜彼此。 测试结果仅供娱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